因为当时蒋光强老师他是一个数学的补教名师 然后他自己也很喜欢收藏书画包括预器 包括日本画他都有收 他就是会把他收藏的一些东西拿给我们看 主要我是觉得在书上里面看到的印刷的字画 跟你直接看到的增机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对后来我踏入专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帮助 还有早期来讲我老师对我的评价跟我学长的评价 他事实上对我的学长评价比较高 他的结构不那么好 但他的线条好 我的天分在于结构很漂亮 所以我跟我学长出去比赛我都会得奖他会落寻 不过当时自己其实也不懂 所以会有点不服气 为什么他比赛都输我 然后那个 评价反而是他高 慢慢慢慢的我后来 过了大概两年多快三年 我就发现说我对于线条的一个欣赏 就不一样了 就说大部分在看东西是一个表象 你要看到他的里面的线值的内涵 我觉得那是不同的层次 所以就是说在他那边训练了看到那个线条的层次之后 我觉得对我后来的专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他当时他就跟我讲说说他认为我要当一个地方性的艺术家 比方说我要当一个台南市知名的艺术家 对我来讲是亲而易举 要杀到全国性的全省性的来讲 他就勉励我一定要再努力 更重要的他勉励我一句话就是说 不要与金人斗气 要与古人争锋 他希望我们眼光要放远一点 你每天练 虽然是你会收练 但是一个不好的方向就是说 你会把你的手练得很降气 你原来这个动作做不好 你练到后来他是随便做都做好了 变成你写到后来只是用一个经验值在写字而已 如果说创作本身只是全部都是经验值在创作 基本上我认为他的艺术性就降低了 艺术需要有存在着某些尝试跟不同的感官 所以我认为练字不要练太熟 保有自己5%或10%的声色空间 看铁一定会进步 比方说我从学生时代有一个习惯 我睡觉前可能10分钟15分钟或20分钟 我就是很仔细的在看铁 早期我在练的时候是这样子 所以古时候有一个所谓的独帖 独帖 独帖很重要 书法创作就是说写纯的人 他可能他可能一定要练很纯的时候 他可能一辈子练不到几个字体 我是比较喜欢就是说我先刮 再来约 你眼界一定要养得开 不然你去看展览 可能你只练楷书 你看到历书 你不晓得怎么欣赏 看专书你也不晓得怎么欣赏 所以我在教学 我不一定是训练学生你要很会写 但是我常常就是说学生在教的时候 我希望他们写得很杂 然后把我一些有的没有的创作 分享给你看 因为如果说每张作品 你都在比精准的时候 那根本我们 我认为根本我们不用创作 你就去看原铁那个都是最精准的 五人的东西虽然好 但是他只是让我们去吸收运用 跟增长我们的眼界而已 那创作你要为自己负责 沙架 我沙架空间并不大 像我有遇过那个 要把他抬到 抬到咪咪咪咪的那个 那个我会请他说 那个比我便宜的很多 你找他们磕就好了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以前我们是贫穷人家小孩 然后我们也是做工的家庭 所以我出离我甚至有话当时 看电影我也穿成头去而已 哈哈哈哈 因为我不花时间打扮自己 但是我认为我的作品就 就不是蔡奇亚火 啊你若要把我的作品 动作蔡奇亚火 那你一套一套蔡奇亚火 哈哈哈哈哈哈 因为我不喜欢那种沙架沙的那样子的 我宁可穷 但是我觉得自己那个格调 格调还是在 我以前有一个学生他那时候跟我说他觉得我的生活好像过得很惬意 他还想要做专业 我说你要做专业可以 但是你皮要崩很紧 就好像戴智亚一样啦 我们只知道他排安榜第一名 但是你都不晓得他私底下做了多少的努力 你现在看到的我的很惬意的生活 我们是几十年埋头苦干门关起来 人家在赚钱的时候 你是在花钱做工 你能不能耐得住你的孤独 还有一点就是说做专业我认为 要思考的一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有的人他或许有理想要做专业 但是自己要够了解自己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自身条件很不足 你要来做这个专业 基本上我觉得也不ok 就是经济情况不行 不是经济情况 天分不够 比到后来真的是天分 我老婆她常常会写生 像上面那一件事 那边都在日本科的 环岛的也有 前面那一张是去山林溪的 去年的5月12到14日 这边都在山林溪科的 我现在还画了一张图 这个是我看照片在自己手勾 我以前其实也有画国画 但是已经至少15年没画了 ал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